记者于赵福新北报道,位于新北市系纸区大同路二段的系纸邮局将搬家,9日起将在大同路三段168号系纸邮局大楼提供服务,原有的大同路二段系纸邮局与保长坑邮局将停止服务。 新的系纸邮局大楼位于系纸保长坑地区全国加油站对面,民众如对新纸邮疑问,可垫下8,648万2,866。 系纸邮局经理简俊明表示,系纸邮局新大楼为地下二层、地上四层的听设总造价2亿6千万元,将能提供民众更便捷出世的服务。 简俊明表示,新的系纸邮局大楼9日开始服务后,旧的大同路二段系纸邮局停止营业,当地民众可到旧系纸邮局周边的龙安邮局,建成路邮局,南昌邮局办理邮政业务。 简俊明表示,系纸邮局新大楼4月9日早上10点有启用典礼,当天也准备小礼物大放送,欢迎就与新纸来参加入错仪式。